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墨金 如果遊戲當中完全沒有音樂、台詞、字幕 你還玩得下去嗎? 宛如墨劇演出一般 玩家們必須靠自己的想像 還有推測故事的發展 來看看 SE 社推出這麼創新的遊戲是什麼吧! 在今年六月的 E3 展中 Square Inix 閃電公開了 預定在 PC 與 PS4 平台推出的新作遊戲《鏡人》 本作有一個讓人非常吃驚的遊戲系統 那就是沒有任何音樂、台詞和字幕傳達情報 玩家只能從畫面中所發生的事 自行探索遊戲劇情 而且遊戲將會分為真人拍攝和 CG 動畫 所構成的兩大部分 近期也釋出了實機遊玩影片 故事的背景在一間紐約的夜店 玩家要扮演主角丁恩 拯救被誘拐的女歌手蘿拉 以這件事情為起點 由神秘面具男子、黑幫成員、警官 以及夜店老闆等人所交織而成的故事即將展開 S1社這次大膽的推出類似於 獨立遊戲創作風格的新作 以創新為目標 想帶給大家不同的遊戲體驗 究竟神秘面具男子的目的是什麼呢? 就讓玩家們自行好好發掘囉! 週末裔